台灣現在最缺的 也最希望的 就是這個民主的價值 是可以升值在每一個人的心裡 跟每一個人的行為裡面 台灣如果沒有這個民主的話 我們的這種社會的互動不會是和諧的 我們之間在歷史上累積了這麼多的對立的種子 這麼多不同的意見 激烈對抗的不同的意見 你沒有辦法整合變成是一個團結的台灣 如果你沒有團結的台灣 你就沒有力量 我們的對手也好 或者我們的朋友也好 都不會尊敬我們的 那台灣人最想要的就是獲得別人的尊敬 要獲得別人的尊敬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團結 而團結最重要在這種多元的社會裡面 最重要的 你必須要有一個民主的機制 民主的價值 升值在每一個人的腦袋裡面 這樣才能讓台灣真正的壯大 所以為什麼每一次社會發生重大的問題 或者是馬英九總統在施政的過程中出現社會很大的爭議的時候 我們都會再呼籲就是說 請馬總統去想想看 如果你這個問題的處理能夠符合一個民主社會的期待的話 是不是是一個更好的處理的方法 問題也在這裡 所以將來不論是我們政務的處理 或者是政治問題的處理 或者是社會衝突的問題的處理 其實民主這個問題 這個價值其實是我們這個整體的社會 到一起來保住的一個最根本的價值 讓我追問 因為你不斷提到不會滾我旁邊 你也提出類似聯合政府的論述 那我這邊把主席你剛剛所說的放在落實 哪怕民進黨在國會過半 你不會滾我旁邊 你會落實你剛剛說的團結 而不是一團信結 主席 團結不是一團信結 這話講得很好 我講過 我要進行了五個政治改革的工程 中間的一項就是要終止這個對立 另外一項就是 我會讓所有有能力的人 他如果有意願的話 都能夠參與我們這個 台灣在2016年開始的一個重建的工程 那因為是這樣子 我也曾經講過 就是說我們會去團結所有價值相同的 跟我們理念相同 對國家的責任感 是一樣的人 我們來組一個進步大聯盟 那撐起這個國家在下一個階段裡面的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力量 所以剛才胡大哥講的這件事情 沒錯 我講過 我們是有一個進步大聯盟的概念 進步大聯盟可以在行政機構 也可以在立法機構 那這一切我們都希望等到選舉結束以後 那結果出來以後 我們會在 因為只剩下兩個禮拜的事件 二月一號新的國會就要開始了 在那兩個禮拜之間 我相信我們整個社會都會一起來討論 下一次的國會是什麼樣的組成 會是對台灣最好的國會 紫綺剛那個佑琪特別問你對不對 要知己知彼 才能百戰百勝對不對 你怎麼去看朱立倫 你剛剛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讚美陳建仁對不對 你的副手 那另外兩個人的副手 朱立倫挑的王儒賢對不對 宋主一時候讓他跌破很近 他找了另外一個黨的黨主席 習欣贏 你怎麼看待他們的副手 基本上我在第一個行政書是表達祝福 那他們兩位副手 因為都是女性嘛 那對於女性從政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基本的立場是不應該有性別的區分 可是我對女性從政這件事情 我是抱持很鼓勵很正面的態度 因為讓女性脫離的這種過去的傳統社會 可以放在我們身上的那些枷鎖 讓女性更有自信 讓女性更能參與這個國家的公共事務 而且我相信他們兩位都是傑出的公共事務的參與一者 那也願意在這個時候站出來 擔任副總統的候選人 我覺得應該也要有相當的勇氣 所以我們也應該要給他們一定的肯定 那在選戰再打下去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不要打得太負面 讓每一個看起來是很好的人 到後來就變成傷痕 這對國家來講其實是一種很大很大的損失 我可不可以順著 剛才周信兄還有主席提的部分 當然主席跟他提的都是比較理想性的 希望有那個目標 那我在想 昨天宋主席也提出了副首人選 那麼宋主席三個多月來跑的地方 他有個感覺就是說 他恨不得他現在就是可以做這些事情 比如像很多綠能的事情 像車輛重量經過一個道路 他就可以能夠發電 他說政府都沒有人管 然後換了一個代表會 或換了一個鄉公所的鄉長或村長的時候 那個計畫又要重新再簽一次 那當然細節 政黨輪替有兩次了 包括陳水扁總統 馬英九總統 始終就如同剛剛主席說 那民主的核心價值很重要 這個核心價值叫民主 可是我們這樣是民主了 可是人民對政府的信心越來越上市 本來政府是我們最後可以依靠的力量嘛 所以在八年前四年前 我們有八個字 所以宋主席參選的時候 叫做人民至上 重建信任 現在這個信任呢 本來過去我們只對司法有點 所有這個司法好像都偏向執政黨啊 就像我等一下也會請教你轉型正義的問題 那到後來連連經濟上的公平也不見了 連這個所謂的這個兩岸的這個所謂的這些兩岸對等或互惠的這種也不見了 到最後連財政的可能都會產生對人民很不利的一個狀況啊 就是叫破產 換句話講政府不再是人民依靠力量 那請問 我們宋主席說 他當選之後 立刻就要在這個省政府的原來的地方叫中新新村 會開始讓這些這些所謂的可能的影子內閣人 開始的運作 那我們也請了一位叫做李鴻元先生啊 正在當召集人 那我想很很坦白請教主席就是說啊 我們我現在不談理論會思想啊 或是那個理想啊就是說怎麼落實請教主席 如果您1月16號當選之後 怎麼樣讓人民重建對政府的信心 如果對政府沒信心光有民主也是徒勞無功的 有沒有什麼更非常具體的做法 能夠讓人民立刻覺得喔選給蔡英文是對的 我覺得其實在競選的過程中就是一個信心的累積了 不論部分你的部分區的提名 或者你的副手的提名 或者你在這個整個選舉的過程中 你提出來對每一件事情的看法 或者是對每一個政策領域的事情 你做做的規劃 這都是在累積這個社會對你的這個信賴 所以您剛才講說這個宋主席結束以後 他會在中興新春有一個團隊 如果當選的話 我現在可以跟您報告 我們在北平東已經有一個了 而且他已經運轉了相當久 那他的這個政策的團隊的龐大 已經有將近數百人 而且他不是只有學者專家 他也有前政務官也有自身的事務官 甚至於有產業的代表還有NGO的代表 全部都納在我們 像我們的政策的分組大概分到二十幾組 每一組都有差不多一二十個人的參與 所以這是有史以來民進黨最龐大的政策團隊 而且他的政策團隊的規劃已經到了執行的階段 那也就是說當我們2016一旦當選的話 其實他的整個團隊就會變成 就馬上轉換成從競選團隊轉換成一個執政團隊 而且這轉換速度非常快 因為他的基本的人才已經在那裡了 而且他也跟著我們這個團隊 在這個每一個領域的政策 其實都已經從小英基金會的時代就開始在討論了 所以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團隊裡面的人 你不需要大家坐下來講話去定個調 其實他自己差不多都已經有默契說 這個事情的方向大致要怎麼處理 所以那種信賴來自於你處理事情的能力 跟你處理事情的那種自信 那才會是有那個信賴感的出現 那充實另外一種人民的信賴也是來自於 你必須跟人民有互動 有溝通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跟這個整個社會連結的系統 那我覺得或許我可以批評一下這個現在的政府 為什麼做得不太好 其實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他們做好 就是跟社會的連結做得不好 那民進黨從2008年開始我們就知道 就是2000年到2008年的執政過程中 我們開始跟社會脫節了 雖然我們是從基層起來 但是2000年到2008年我們因為執政關係開始 但是我們就記取這個教訓 也就是說從2008年開始我們重建了這個基層的組織 跟每一個社會組織也好基層組織也好 我們都有一個連結點 那麼將來這個社會的感受我們是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社會的溫度我們是感受得到 也反映在你做的事情上面 而且你在執行的時候 這個很大的網路就是你的執行的一部分 不過主席剛才我想延續這個胡大哥講的 關於不分區的這個東西 坦白講目前為止你打了兩張好牌 副手是加分的 不分區大家也覺得這個名單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兩個問題請教你 一個就是剛剛胡大哥講到說 你講過不會滾滾旁體嗎 現在如果說民進黨在立法院當中 他已經拿到了最多的席次 成為了最大黨 所謂的不會滾滾旁體 在立法院長的這一個部分 坦白講王金平現在已經列入 國民黨的安全名單當中了 這個是確定的 當初洪秀書也曾經講 說你跟民進黨商量一下 說不定這個院長可能就讓給你了 所以你們有保留 跟王院長合作的空間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在這個不分區的名單 這個整個你在規劃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講說因為你已經定於一尊了 那你也講說 這一次你在排這個名單當中 你的空間是很大的 跟上一次比較起來 為什麼說這次空間很大 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這個我們將來在立法院 要跟誰合作 或者要不要合作這件事情 我現在講 我們還是採取一個開放的態度 我們還是採取一個開放的態度 那我講不會開放的態度 也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選完以後我們大家坐下來談 我們大家先談一下 我們對整個國家 將來要在四年到八年的走向 我們是不是大家有一個 比較一致的看法 那我們對於事情的處理的方向 是不是也可以相互的配合 那重點在於所謂的進步大聯盟的概念 所以現在你問我的話 我一定是開放的態度 那一切我們就等選後再說 那至於就是說 我們的部分區的空間比較大的問題 我必須跟各位報告 2012年的時候 民進黨還不是恢復的很好的情況下 我們是有那種青壯世代的政治人 他必須要培養的壓力 因為2008年的失敗 讓我們折損了很多的人才 所以我們也僅能用這種 有限的席次來培養我們的青壯世代 但是我們給他們他四年 結果這些青壯世代在立法院的表現都非常好 那他們也有很大部分的人 現在都已經到區域去選舉了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蕭美琴 我們看到的吳憶貞 吳憶瑞他們都下去選了 在最艱困的選去替民進黨撐起那一片天 那我是對我們青壯世代 我就感覺是 我覺得對他們 有一種感謝的心情看他們 因為畢竟從2008年 是他們撐起了民進黨這一片天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我們就有比較多的空間 讓社會的NGO的代表或者比較弱勢者 可以經由我們這個部分區的管道進入到立法院 讓這種弱勢者的聲音可以在立法院被聽到 這個是很重要 如果弱勢者的聲音只是存在於社會團體或者NGO 他一直沒有一個直接的管道進入到立法院的話 我覺得這個民主還是有缺陷 不過主席講到這邊我想查問一個問題 因為上次馬英九排出來的部分區名單也很漂亮啊 結果在立法院的表現大家都很傻眼 根本就不如意與其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那主席是不是你現在心裡也有一個想法 怎麼樣不要重蹈覆轍 對其實我們在敲每一個部分區的時候 我們已經都想好他將來的功能了 那有些這些部分區的這些委員 其實他不論是在專業上 或者他在社會連結度上我們都有考慮過 也就是說他們將來就是我們跟社會連結的那個連結點 那也就是我剛才講過出了你的執政團隊之外 你的執政團那個社會連結要做得大 而且做得夠密 所以他們就是讓我們的跟社會的連結可以做得更好 那社會的聲音可以直接進入到這個執政體系裡面來 而執政的聲音也可以到這個每一個點上面 那所以我們也有考慮到就是說 我們多元族群裡面必須要培養的人才 那我們這一次真的很高興 我們發現到不論是在客家或原住民 有很多傑出的人才 就是很可惜我們不能把他們同工放在我們的優先名單裡面 但是他們真的是很好的人才 其實主席我想延續不分區的問題 因為我特別注意到其實不分區的名單 除了前八名非常有亮點之外 其實我特別注意到三十四名的王桂蓮 因為我們以前跑立法院其實跟他都非常熟悉 我看到名單的時候其實我有點意外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人會把國會助理擺進不分區裡面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主席你當時是怎麼樣的發想 還是有誰跟你建議 為什麼會想到把一個這麼資深的助理擺到不分區裡面 我們這一次這個部分區的第三十四名 是我們在立法院長久以來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尊敬 而且他是非常資深的我們的立法院的幕僚團 幾乎是團長 對 那我們大家都很感激他 但是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樣來表達我們的管機 結果我們就有幕僚建議說 我們把他放在第三十四名 表達我們對他的一種感激 後來我們又有點後悔為什麼是三十四嗎 他們不能夠再前面一點 可是名單已經交出去了 所以就有一點點後悔了 那我們其實在後面的 名單的後面的這一些 有些人也知道他們是大概是地步不上的 但是他們也很高興他們會被列在上面 就是說他們覺得是對他們的一種肯定 那我們也真的很感謝他們 他們願意讓我們把他們列在我們的這個名單上 我還是對這個陳建仁 副總統將來的角色 有興趣 因為剛才在最前面這個蔡主席講到 將來的您的副總統 他一定有不同的平台 那你這個要有機制的 因為副總統本來就是沒事做的這個 人家這個美國有位副總統不是說 這個副總統就在辦公室看那個 看中麻下班 那在機制上面 你要不要給陳建仁副總統 某一些特別的一個具體的機制上的地位呢 這個可能才能夠讓人家覺得 將來這位陳建仁副總統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不一樣的副總統 所以你選對了所有的女生都會投他 很漂亮嘛 這個其實陳建仁副院長他有一個特質 也是我們最後決定要請他來擔任這個副總統的原因 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在SARS期間 他這種臨危受命 那在人心最惶惶不安的時候 突然出現了一個人 他講話非常的清楚 帶著這種充分的自信 在那個時候對台灣的社會的人心的安定 其實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副總統不就是在最關鍵的時刻 要挑起責任的人嗎 也就是說他必須在危機當中 他必須在第一個時間點挑起這個責任 然後穩定這個社會的民心 那我覺得就是我們陳建仁副院長這個特質 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尤其是他在SARS期間的表現 所以這段時間以來你看他的講話 他這種撫慰人心 安定人心的特質是非常非常強 所以我們會盡量的善用他的這個 不一定是在危機的時候 就是他撫慰安定人心 那個降低社會的衝突這件事情上 他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他在外交上他也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 因為我們現在的很多的外交 非正式性的外交裡面 有很多是衛生 醫藥 醫療的這些相關的外交 其實他也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不論說他自己在科技 在生技上面 他根本就是我們的生物科技 這個整個方案的計畫 最重要的後面的那個人 我要說大家要撐住再加油 我們再過五十幾千 我們最後一旅路就可以走完 但是我們會開始新的我們的里程 那會是更辛苦 但是是責任跟蹤的里程